哈喽大家好,又到了MKC时间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台湾农产加工食品如何进驻日本消费市场 根据农委会的统计 民国101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值为50.8亿美元 其中以农耕产品以及水产品的表现最为亮眼 而前四大农产品外销市场包含了日本、中国、香港以及美国 日本呢,它是世界人口第十大国 也因为地缘的关系呢 它一直是台湾厂商征战的外销之地 而日本市场呢,它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商品的需求少量多样 而它流通结构比较冗长、复杂 相当注重人际关系 出货前实施验货原则 严格的要求商品品质的完整性 维持交易的安定、持续性等等 为了要了解打入日本市场的策略 中国生产力中心,它特别邀请了日本Inside 朱氏会社社长森山总森先生 以日本食品零售业商品政策 即进口食品销售方法与策略为题 来分享市场观察重点 森山先生呢,他将日本农产品商业分类 他针对包含了零售业、生鲜市场、日本超市 提出特色剖析以及进军策略 值得我国业者借敬 而日本零售业的特色呢,是什么? 其实日本流通市场之中有存在了许多中间商 这就是和美国最大的不同 日本市场的独占线上比较小 也就是说它存在有非常多的店家 消费者就可以自由选择心目中较好的商店 由于店家的密集度高 店内的空间相对小 而产品的种类又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商品的摆设必须精心设计 而在空间小 周转率高的情况之下 在平均缺货率却低于1% 而原因就在于商品态换率很高 日本一年可以推出500种泡面 1000种新的饮料 要因为店家多 商品态换率比较高 所以它更需要中间商批发商 来帮忙收集各式各样的产品 并且还可以采用计账的方式 替制造商在收账等等的服务 因此批发商的存在 对于制造或零售业 都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 而生鲜市场的特色为何 日本生鲜市场 它因为需要保温的关系 通常会由制造商 直接送到终端消费者手上 或者是送到仓储中心 由于没有办法存货 所以品质以及履历追溯就很重要 生生食品基本上很少向国外进口 而零售商的商品政策 比起价格来说 品质以及卖相就更为重要了 也就是说要注重商场的摆设 而进口食品的销售方法 以日本超市为例 叶菜类它基本上皆是以日本国产 而日本的消费者相当重视 可确认生产者身份的蔬菜 消费者的心理就会比较安心 水果的部分就会诉求口感及口味 产品大多是可以用QR Code 来扫描查出生产者的身份 那就干燥食品而言 外国进口的就更少了 简而言之 不管是什么样的商品 要进到日本都要经过一定的商社 而日本市场的攻略方法 从1980年到2005年中间 农水产品的进口几乎是没有成长 但加工食品的进口倒是有增加 也就是说具有经济附加价值的商品 较有成长的空间 因此我们提出的攻略重点有如下列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能扩大原价与售价的差别 二是要独占性 三是品质一定要一致 如果能够做到SOP则可以保持品质的稳定 而综合以上的剖析 我国业者在进军日本市场的重点 我们归纳出几个点 首先在经营产品的时候 先研究农水产品 这些原因要经过哪些加工过程 才能成为最终的商品 而哪些过程是可以自己先承担的步骤 而第二是事前准备 首先进口商它需要和海外供应商一起来开发商品的流程 接着是商品测试的策略 它是用真人去做测试 使用五种感官来测试商品的色香味 而最后就是要确认日本进口规范 精准的确定和日本食品法规是否有不符合的地方 第三到了要卖出商品的阶段呢 则运用AIDA的法则 每一个英文字母都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像A就是drawing attention 就是要先了解买家的兴趣在哪里 然后提出关键性的条件 而I就是raising interest 就是提高买家的兴趣 例如工厂如果取得国家ISO认证 做好品质确认 就可以吸引到厂商的注意 而D就是developing desire 就是完整的告诉客户 能够提供哪些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而A就是taking action 当买家进到工厂做视察以及确认的时候 就表示商谈的成功率大大的提高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策略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